不相信是吧 不相信是吧 拿自己看看 姐 这个人 怎么和你长得这么像呢 你们自己看清楚 这照片上的女人啊 她叫林雪梅 她爸爸林东海 把这照照片呢 交给我们家老太爷 给我过过相亲用的 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奶奶以前说过吗 这是何婶去问了一些 以前在我们皇家做事的老人 才问出来的 我说你们几个呀 根本就不是陈满族的孙子孙娘 你们是这个叫做林雪梅的孙子孙女 我真搞不懂啊 这阿族啊 养你们几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什么 干吗 贪图林家的财产啊 拜托 这林老爷 早就不知道营迷去哪儿了 他 白费功夫了 妈 好了 你这嘴嘴念可不停干吗 这是医院 找什么 我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嘛 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你奶奶的生命迹象 现在基本稳定了 需要住在重症病房 继续观察几天 谢谢啊 前女士不用担心 我先去把病例归当 待会我过来看你们 嗯 谢谢啊 又是重症病发 又是急救 这要花多少钱啊 阿族都快七十岁了 给她花这些钱 值得 不管奶奶是不是我们的金奶奶 都是她把我们养大的 为了救她 花再多钱都值得 我不管你们要花多少钱救她 总之 不准花掉我们皇家一毛钱就对了 听到没有 李军 记得回去做家务 只管赖在医院 李军 你别跟我妈怎么说 好好照顾奶奶吧 莫总头 真是个人 子 有人 你看他 别过去 你给我去跟她来 你帮我拿去 帮我拿来 帮我拿去 你还要买辆新的 我现在七折买给你 你还觉得贵啊 话不能这样说嘛 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 是有一定落差的 要我以新车七折的价格 买二手车 我还不如补一补差价 直接买新车好了 我这辆车开了不到一个月 还在保修期 跟新的一样 你要是不要 我卖给车行得了 车行直接开半价 你以为我没有了解过行情啊 不然这样好了 咱俩个让一用 六折 我买了 好吧 车没有油 你要自己带油去开 好 没问题 李娟 李娟 我奶奶怎么样了 奶奶没事 做噩梦了吧 我刚才 问过汉胜阿祖的情况了 你别太担心 阿祖不会有事的 爸 我说 国强呢 他明天一早要教书 我让他先回去了 阿祖的病 是好是坏 可真是辛苦你们两个了 可是 他怎么会病情 突然就恶化了呢 王爷爷 我想问一件事 我妈妈 不是奶奶的女儿 是林雪梅的女儿 对吗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听见林雪梅的名字很耳熟 一时又想不起来 就是刚才 我看到这条链子 我才想起来了 我想的时候 有一个叫郑有玉的老先生 他跟他的儿子说 我长得很像林雪梅 他说 以前他有一个情人 就叫林雪妹 现在想想 也许阿姨说的是真的 我不是奶奶的孙女 可是奶奶明明知道 我跟国亲国强 不是她的亲生孙子孙女 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这么好 这是为什么呢 丽绝 你的这颗脸坠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这个背面好像写着什么字 我看不太清 这是什么意思啊 郑老先生 说我跟林雪妹长得特别像 想让我去香港 我不肯 于是她就把这个给了我 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 想找她帮忙的话 我就带着这个 去香港任何一家营楼 那里的人就会告诉我怎么找她 她还说郑家的人一定会帮我的 这 这 这 怎么了 没什么 李绝 李绝 你们三个 不是阿族的亲生孙子孙女这件事 阿族 是打算晚些时候才告诉你们 以免你们忘了跟 可是在我看来呀 这一点必要都没有 哎 这几十年来 阿族一直把 你妈妈和你们 当成自己的孩子 从来没有把你们当成外人 如果因为这件事 影响到你的心情 我想 她醒来的时候 一定会很难过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实 这么多年来 阿族为你们做的 远远超过一般的奶奶 她比一般的奶奶更伟大 等阿族醒来的时候 我会和她好好的聊一聊 有些事情啊 还是她亲自告诉你们比较好 嗯 李军 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别累坏了 不然 你奶奶醒来 一定会舍不得的 啊 我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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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老先生说 我长得特别像林雪梅 想让我去香港 我不肯 于是 他就把这个给了我 说以后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想找他帮忙的话 我就带着这个 去香港任何一家银楼 那里的人就会告诉我 怎么找他 他还说 郑家的人一定会帮我的 香港 郑家 郑有余 董事长 郑芙蓉 阿祖曾经说过 中华被人领养 该能叫郑芙蓉 难道就是他 我知道你会整天守在这里 给你买了点吃的 吃了饭才有体力 继续照顾奶奶 可不要奶奶好了 你却病到了 谢谢 你还好吧 要你一下子接受这么多刺激 Hunter 他 您想找到 她 可你什么都不要想 只想这一件事情 以后 好好的照顾奶奶 好不好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真的很心疼你 让我照顾你好不好 你不要连你很大 还要被那个可恶的黄阿姨欺负 我只是个外衣 包不了一身 我真的很想在你身边 我只是照顾你 宁娟 我不想逼你 更不想增加你的压力 你什么时候愿意走 只要来跟我说一声 我一定等你 绝不后悔 更没有结局一起 我会永远等着你 我喜欢你 嗯 我 我把车都卖了 给奶奶当医药费 你还是铁了心跟那个小医生 啊 是 她是医生 她了不起 有固定的工作 她能治奶奶 我呢 我什么也不是 我只是花钱买你的人 喝了 想走就走吧 想走就走 我不稀罕 文大爷不稀罕 先生 这 家豪会在这儿吗 先生 你醉了 走开 我没醉 走开 家豪 倒酒 给我倒酒啊 这是我们家家豪 家豪 家豪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快回去吧 你妈和李小姐都在等着你回去呢 快起来 这是谁啊 我是河沈 河沈 起来起来 这油怎么喝成这样 家豪 起来 起来 快跟我回去啊 珊珊啊 我就知道你对我们家豪是真心的 你都不知道那个狐狸竟有多坏 他又怪我儿子 给他买了好多的衣服首饰 然后这钱花光了 他就连家都不回了 你看 你看这会儿 他整天不在家的 我可没有冤枉他呀 还不是因为 还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我们家豪 就被他迷得团团转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早知道我爸妈不掉钱给你们 会让你们变成这个样子 我肯定立真到底 我去问过那些叫了你家房子的人 他们不肯拿钱还房子 不过你放心 你不是说那个女的要和家豪离婚了吗 是啊 离婚之后啊 我会说服我爸妈 让我嫁给家豪的 珊珊啊 我就知道你这个女孩儿最善良 感情最丰富了 我们家豪 要是能娶到你这样的太太 那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真的 我没对 玉芝 家豪回来了 家豪 怎么醉成这样啊 你居然跟那个小医生跑了 让他走 我不喜好 你看 我说都没错了 走 何事儿 赶快把家豪扶进去躺着 然后给他打个水洗洗脸 好好好 去去去 家豪 走好看 慢点 就行啊 还凯着 就行啊 咱们 早就行啊 早就行啊 快点 呀 来 妈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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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申 今天听你说愿意接受我 我心里无限感动 虽然我已经不够资格和你在一起 但是你对我的好 我点滴在心 我当初嫁给家豪 确实有百般无奈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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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情说爱还不够 还要情书往来 你们两个把我当空气了 刘丽娟 你一定在心里拼命地骂我 根本不稀罕你 给一只洗脸的水呢 打好了 加好昨夜喝酒啊吐了一身 这衣服不赶紧洗的话 会有怪味的啊 好 我现在就洗 御师 洗脸 你呀 你这两天不在 我跟何婶也能过日子 所以想走尽管走 别好像我们没你不行似的 你怎么了 你不会是孕兔吧 姐 姐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这儿看奶奶吗 是不是奶奶出什么事了 没有 我听汉生哥说你在医院做检查 所以我赶紧赶过来看看 出什么事了吗 来服务科还能出什么事啊 刘丽娟小姐 我就是 你刚刚做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确认你有怀孕 怀孕周数约七周 我姐 有身孕了 是这臭小子的 是这臭小子的 什么臭小子 他可是你姐夫 那臭小子臭小子都乱叫了 至于 你姐肚子里面的孩子 究竟是不是我们家好的 我就不确定了 你要不要去帮忙问问那个小医生 看他是不是有份啊 你 家豪 我有身孕了 我们有孩子了 你确定 是我的吗 当然是你的呀 我可是完完整整嫁给你的 这点你比谁都清楚 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是那个吴汉生一天到晚在你眼前晃悠 我怎么知道你跟他有没有什么 你竟敢怀疑我姐的人格 我 干吗 恼羞程度想打人呢你 那个小医生 连阿族的医药费都肯抽了 还说你姐跟他没什么 谁相信呢 你不要以为我姐可以让你们这样随便地欺负 他说没有就一定没有 要是有 我还替他高兴呢 大家来听听啊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啊 一家子老的小的 全支持女人偷汉子 真是不要脸 谁跟你们接亲 谁倒霉啊 家豪 我本来还想说 一百二十五万 就当买个女佣 不能这样 就随随便便帮他走 太便宜他了 可我现在回头想想 这家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最好还是要帮他走 但是不要跟他们有太多的牵扯 你要离婚 妈支持你 刘绿娟 你也听到了 我妈已经同意咱俩离婚了 你要想走 谁也拦不了 家豪 我跟吴汉生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嫁给你 就认定了做你的妻子 我们现在都有孩子了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有孩子又能怎么样 我实在无法确定 这个孩子是谁的 你要不想带着这个托油瓶 就把孩子留掉吧 反正才一个多月 留掉也挺容易的 到时候咱们无牵无挂 随时可以各奔动机 你讲好 你狼心狗肺 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人呢你 你什么 走开你 我把话撂着 你要想把孩子留掉 多少钱跟我说一声 这个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你们无情无义 竟然连把孩子打掉这样的话 都说得出来 你们简直太可恶了 你们简直太可恶了 我说大秘书 我只想和你们的董事长郑富荣 说上几句话 怎么就这么困难哪 你们提出的条件我都看过了 我不想和你们的总经理郑军结谈 我只想和你们的董事长郑富荣面谈 如果你不给我安排 我会亲自去香港找他 好 王经理 我最近听了一些搞建筑的朋友说 金允兰正到处打听我们商城的事 她可能会动用一些关系 想办法入股 叫她别做梦了 这个女人 竟搞一些邪门歪道的事 如果商城的事让她插手的话 绝对会搞得乌烟瘴气的 只要有我在 她门都没有 可是金允兰知道您很关心阿祖姐 要是她拿国强杀死人的凶刀来威胁你呢 你一说起这件事啊 我的心里倒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照国强所说的 是金允兰处理掉的尸体 那么她现在把凶刀交上去 再指出尸体藏匿的地方 那国强马上会被抓去做了 能把国强国强两兄弟害得这么惨的机会 金允兰 为什么会迟迟没有动作 难道说 难道说她交不出尸体 她只是虚张声势 恐吓国强 王舅令 我怎么听不懂您的意思啊 这会不会 是玉兰设的一个骗局呢 你是说 国强没有杀人 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可能是玉兰 想压着这件事 想逼我妥协 现在 这把凶刀就好像古代的火枪 只要射出去一发 就成了废铁 她当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出招 对 到底有没有杀人这回事啊 我怎么全都听不懂啊 我会再去试探玉兰 如果真是她设了一个骗局 为了恐吓国卿国强两兄弟 我一定会让她自食恶骨的 谭大哥 你们正心建筑啊 不远千里来这儿改商城 不知道要花费多少钱 你们来繁荣这儿的经济 我早就想亲自代表乡亲父老 大谢你们了 来 我敬您 师父们 来来来来 干掉 来 干了干了 来 谭大哥 可惜你们郑总经理不能来 我很想当面感谢她这么费心 我们总经理啊 年纪轻 家教有严 董事长啊 不许她在外面应付喝酒 你看我表面上是她的秘书 其实啊 我是专门替她吃饭喝酒的 还有这么好的差事啊 帮老板吃饭喝酒就有钱赚啊 这么好的工作哪里找啊 你们郑总那里还缺人吗 哎 金小姐 这个肥缺可是我站着 你不许跟我抢啊 其实我也很意外 郑总经理这么年轻 你们董事长就委任他那么重的职位 真是任重道远啊 哎 哎 我们董事长啊 是希望总经理能够早日接受磨练 其实啊 他就负责这一个大项 其他的不管 为了建造这个商城 我们万兴企业 特意注册了一个正兴建筑的子公司 让郑俊杰来当总经理 也是为了让他多磨练磨练 见见世面 哎呀 要不我们这么大企业 怎么可能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当我们的总经理呢 哦 原来如此 那你们万兴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呀 嗯 规模 这个不好讲 我们董事长 包括退休的前任董事长 那是跨租精品代理珠宝公司 包括高级进口家具等等啊 他们手上还有很多知名跨国公司的股份呢 等着商城成立以后啊 我们万兴企业旗下的精品名牌啊 也会入住进来 到时候以大品牌包装小品牌 你们本地的商户入住商城的话 那肯定是大有转头哦 那确实是繁荣经济的好法子啊 要是真的有国际知名品牌 来这里入住 连外省或其他县市的人 都会来这里消费 连带促进不知名的小店的商机 你们万兴企业 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乡下地方 这么的照顾啊 嗯 嗯 这个啊 这个我也不清啊 以前总听我们董事长讲 什么做人要知道根本 要回馈地方 我估计啊 可能以前他在这儿受过什么恩惠 其实我们这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是有一些不登大牙的土特产 不过我倒是认识很多当地的企业主 他们很想入住这个商城 金小姐啊 这个我可是帮不了什么忙啊 按照目前的谈判结果 是以股权的大小来分配招商权 嗯 政府出自十分之一营件成本 他们就有十分之一的店面招商权 我们出十分之九的营件成本 我们呀就有十分之九的店面招商权 嗯 你们外星企业也是股份有限公司吧 嗯 那如果我想加入这个营件计划 来 听玉兰 绝不会让你的脏手碰上个商城 王 王经理 还你说 要是让你们董事长和总经理 知道你这儿 你这种心怀鬼胎的人 对情和花酒 现有建筑公司的机密 你可是要吃不了兜着总的 王经理 这只是普通的交际应酬 他们人生地不熟的 总要跟当地的商界人士套套交情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也不为过 你何必反应这么激烈 普通的交际应酬 你最近一直在打听商城的事 没想到 让你直达天厅 约到了郑俊杰的秘书 看来 我是不能小瞧你 金小姐 我有点喝多了 明天早上还有个会议 我就先告辞了 我叫人送你 快 送送韩秘书 不 不用 不用 王经理 那我就先走了啊 嗯 走走走 走走 王经理 我知道你不太喜欢 太多无关紧要的人在场 现在没别人 您就坐坐 就当老朋友叙叙旧 放轻松点 嗯 不用了 我来是要警告你 金玉兰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进入这个商城 不管将来 这个商城的蛋糕 做得有多大 它都没有你的份 何必那么不留情面嘛 以前我们是有点不愉快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我是一个商人 凡事都要以利益为优先考量 您身为商城开发总公司的经理 也应该和我一样 凡事 要想着怎么对商场好 您可以跟我过不去 何必跟钱过不去吗 不过 只要有你在 我跟什么都过不去 你还处处为难我的好朋友阿祖 就算是替他出口气 金玉兰 只要和你有关的任何公司 任何企业 一间都不许进入这个商城 你这是公报私仇 黄兆卫 你是替阿祖报仇来了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 我不但有招 我还有招的比你多 你你们 让我走一趟 有人要跟你聊聊 有人要跟你聊聊 走 对 奶奶 你快点醒来好吗 我心里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我肚子里有个小宝宝 你又做曾奶奶了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家豪 这个孩子都是你第一个曾外孙 你一定会疼他的 我和国情国强都不是你的亲骨肉 你都还对我们这么好 你也一定会替我们高兴 将来也会教我怎么养育孩子的 可是奶奶 我现在心里好怕 家豪要赶我走 他不相信孩子是他的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奶奶 你快点醒 我想听你的声音 想听你说 你是我永远的靠山 我想听你说 你永远是我的娘家 不管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 我都可以回来的 奶奶 我想你再一面说话 一面紧紧地抱住我 奶奶 你快点醒 你还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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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绝 你还好吧 王爷爷 八族他怎么样了 医生说已经稳定很多了 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哦 八族他一向很坚强 他一定会战胜定我的 李绝 听国强说 你有身孕了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不只为了你 你也为了你奶奶 如果你奶奶醒来 直到你怀了孩子 这一定会成为 让他活下来更大的动力 王爷爷 我会努力的 谢谢你 阿祖啊 你别担心 我都不圣锅 你哪 我都不认识 那是 这几天 你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就去找你江叔叔 我已经吩咐过了 不管什么事 他们一定会帮忙的 你们几个孩子 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 也算是你们的长辈吧 所以 不管什么事都不要硬撑 尽管说 谢谢你 这几天我会派人 冷轮班照顾阿足 你不要因为照顾阿足 而累坏了身子 又收起温馨悲哟 伴随着那时光憧憬 逐离风中一离不忧 风险岁月无欲无求 心一月转成手依旧 满心自温 用拳相抱 我们可曾做几分 天破可不 海烈也可一天 恩策入雾山 难以保得三春灰 属于近风不止 自温羊而轻不淡 泪珠水流难在尽 啊 白方是为谁天 阿正荣耀为谁弦 一幕残留的记忆 一幕残留的记忆 几分风雨几度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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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